如何制作纸花球 纸花球一般悬挂在居室内或者是户外 有着很好的装饰效果 今天几分钟网就来教你如何制作一个装饰纸花球 你将需要六张正方形纸 剪刀 胶水 第一步将纸一条边正对自己放置 沿两条对角线分别对折 然后展开 再沿横竖两条中线分别对折 展开留下折痕 第二步将纸的四个角向终点处折叠 然后打开翻到反面 第三步将纸的上下两半分别向水平中线对折 然后展开 再将左右两半分别向竖直中线对折 再展开留下折痕 第四步 接下来要用剪刀在四个边中点处沿折痕剪开一个小方形边长的部分 第五步 将其中一个角处的小正方形向直的中点折 同时将与之相邻的两个小正方形向内折 压平后 原来的四个小正方形形成了一个正方形 第六步 其他三个方向也按第五步折叠 第七步 沿着现在四个小正方形两两相连的四条对角线 将上面几层都折到纸的背面去 使原来最下面的一层入出四个三角形的形状 第八步 这时中间呈现一个正方形的样子 将这个正方形的四个角分别向中点折叠 压平 第九步 第九步 在上面中间的开口处 将两边的角都向内折一个小三角形的部分 一个新形就出现了 第十步 其他三个方向也这样折叠 四个新形就折好了 十一步 再重复一至十步 制作五个相同的模块 然后将所有模块拼在一起 粘贴起来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吗 古时候台新南的花轿顶上要结一个绣球 意图极庆祥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